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一节我们之前那节就讲这个尼善语的时候就讲到犹大的狮子 今次就从这个犹大的狮子开始讲起 在埃塞俄比亚的旗帜上面呢 1897年至1974年呢 都是有这一只犹大的狮子的 而去到第二章的旗帜呢 这个官方旗帜呢就没有了一只狮子了 那就是1975年至1987年 这个旗帜上面呢就没有了一只狮子 而去到近期啊 1987之后 直到现在的那只旗呢 就有这个猩猩的 那这个犹大狮子啊 和拉斯塔法里运动啊 或者这个的拉斯塔法里教就有关的 就是从1930年起 至牙买家兴起的一个黑人啊 叫做宗教运动和社会运动 而这项运动就没有中心领袖的 而宋徒之间呢也都有非常多元的解读啊 唯一他们呢就是信奉一神论的 就是这个唯一上帝就称之为亚 就是以哈维的亚 那而这个的一神呢就存在于每个个体当中啊 那就认为呢 上帝啊 就认为呢 这个的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啊 可以 塞拉西一世呢 就是上帝在现代的转世 那也都在圣经当中预言的 微塞亚从临人间 也都有一些人呢就专他为人类的先知 那这一位呢就是拉斯达法里啦 那这个的拉斯呢 拉斯呢就是首领的意思 那达法里呢就是他职位之前的名字 那所以呢 这个的宗教就属于非洲中心主义 那就是关注呢 受到西方社会或者就是巴比伦 压迫的非洲族裔的群体 那在这个教派当中呢 他们就用了尤大狮子 就作为这一位 塞拉西一世的象征 他们就认为塞拉西呢 就是尤大支派的后裔来的哦 就有着大卫皇后 所罗门王的直系血脈 也都会是启示录当中所提及的 尤大支派的狮子 那狮子呢 其实通常都是用来指着耶稣的 那现在启示录当中 第五章第五节里面 讲到长老当中有一位 对我说话不要哭 你看尤大支派当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他已经得胜了 能以展开个书卷 揭开那七人 好了跟着我们再讲一下 在犹大历史当中 和他们的传统当中的离散月是怎样的 首先呢 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 离散月的一日呢 就是罗亚放出白甲 甲子 并且带着橄榄枝回去之后呢 洪水就从地上退去的那一日了 而去到第十七日呢 方舟就停靠了在阿拉纳山 好了 然后呢 都是创世纪来的 离散月一日呢 就是阿伯拉罕之死 但是呢 就需要引证的 另外 以撒的诞生呢 就是离散月的十五日 离散月一日呢 也是以撒之死 和雅各之死 所以就是这三个了 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之死都是一日 但是问题呢 这些呢 都是需要引证的 好了 那还有 根据塔伯德当中的观点来看的话 其实离散月 就是这个的一月一日 精月的第一日呢 就是神创造宇宙的那一日 但是都是需要引证的啦 好了 那跟着呢 到离散月的第十日呢 大约公元前一四五六年呢 就是埃及的以色列人 在出埃及祭的前五日 就是出埃及的之前 就是慶祝了第一个的安息日 跟着呢 去到十四日 也是十五日的晚上 有第一次如月节的晚餐 和第十次的瘟疫降临到埃及 就是杀害长子的 那这个是不是究竟是瘟疫呢 总之呢就是杀害长子 而去到离散月的二十一日 就是大海裂开 就是红海被分开了 那以色列呢 就得以逃离埃及的军队 那隔了很久了 隔了四十年了 那离散月的七日 红海派了两名的探子 前往耶利哥 尼散月的十日 以色列呢就是越过约旦河 进入迦南地 那尼散月的二十八日 就是红海的耶利哥战役 接着呢 离散月第十六日 以色列人 在进入圣地之后的六日 六日之后 停用 停止食用 马拿了 好 那隔了很多很多年了 就是 这个的以斯帖记 尼散月的十三日 哈曼要灭绝犹太人的这个法令 获得通过 而去到尼散月的十五日 以斯帖未召唤 就出现在阿哈徐老王的面前 并且邀请他和哈曼 参加同一日举行的盛宴 就在宴会的期间 他就请求国王和哈曼 参加第二日的第二次的宴会 所以 来到第十六日 以斯帖的第二次的宴席期间 他就指责哈曼的阴谋 要消灭他的民族 所以呢 阿哈徐老王就命令他的仆人 就要以吊颈的刑罚 吊死哈曼 去到第十七日 哈曼在以斯帖的第二次走会 之后呢 就是被吊死了 跟着我们再来介绍 余月节 在2023年 或者就是由太力的五七八三年 那在我们的四月五日 即是星期三 直到四月的十三日 即是星期四的傍晚呢 就是这段时间 就是余月节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上帝 神就是命令要宰杀羔羊 涂血在门上面 门尾门框 以至天使击杀 埃及人长子的时候 见到有血的家 就越门而过 称之为余月 称之为是余月 佛内福音 也就是马太 马可路加福音的作者 可能是采用祭司所奉行的阳力 即是主流犹太教的传统计算方法 而若汉福音所提到的 可能是爱识离群体的阴力 亦都即是较为保守的 爱识离人的传统计算方法 所以 无论是《佛内福音》 或《若汉福音》里的记载 其实里面的日子都是不冲突的 下面这个表就讲 正月由10日至到第21日之间的行程 在第14日就是刚才所讲到的余月节 由第15日至21日就是除交节 而第10日就是要拿羊羔 正正有这些日子 来对应当年耶稣受难的那一年的星期 来对照的话 当年的余月节 其实就发生在星期四 耶稣进城到耶路撒冷就是拿羊羔的日子 就是正月十日 而11,12,13就是要检验羊羔的日子 耶稣被盘问 接着去到第十四日就是愚悦节 耶稣被盘问就是全国所欠的羊羔 放大它 经过三日的检查之后 大祭司就宣布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瑕疵 比拉多也都在审问耶稣之后 也都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正正因为这样 他就是一个无瑕疵的羔羊 好 接着耶稣 在愚悦节之前那晚 就是最后那晚 就是有这个最后晚餐 而耶稣钉十字架就应该是星期四 然后耶稣就是三日三夜就在坟墓里面 那其实呢 当年的正月十五日就是节期的安息 还有十六日每周的安息日 所以呢 其实是连续有两日的安息的 所以去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一节 所以我们也说 那个安息日是大日来的 可能就是指着长的安息日就正正发生在这一日了 而去到第十七日 这一日呢 原本就是要欠初属庄价的 而这一日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了 当欠初属庄价之后 再过多七个的安息日的第二日的星期日呢 就是五秦节来的了 同一时间 在这个的宇宙当中 在好多好多好多年前 这个方舟也都是在耶稣复活的这一日 就是正月十七日 文士曆的七月十七日 方舟就停了在阿拉纳山上面 其实也都是耶稣复活的那一日了 所以方舟脱离了死水 也都预表着基督从水里面 死里面就是复活 那这个就是阿拉纳山了 好了 那继续讲了 在历史和传统当中的离山月 那所以这个都讲到了 创世记里面第八章就提到离山月的第一日呢 就是罗亚放出甲子 并带着橄榄枝返回之后 洪水就从地上退去的那一日 而离山月的第十七日呢 方舟就停靠了在阿拉纳山 所以我们讲回这个如月节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里面讲到 除教节或者除敲节的第一日 门徒来问耶稣说 你吃如月节的盐值 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呢 耶稣就说 你们入城到某个人那里 跟他说 夫子说 我的时候就到了 我和门徒要在你家里面守如月节 门徒就遵住耶稣所吩咐的 就预备了如月节的盐值了 而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里面 讲到除教节 需要去宰杀如月羊羔的那一日来到 耶稣打法给得若翰说 你们去为我们预备如月节的盐值 等到我们可以吃 他们问他说 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呢 这样 所以到夜晚了 耶稣就和十二个门徒坐席 而最后晚餐所显示 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里面说到 他们所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 祝福 就抹开帝给门徒说 所以这个符类福音的焦点 放在圣餐上面 好了 这里讲到 你们拿着吃 这个就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触借了帝给他们说 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个就是我腊肉的血 为多人流的 令到罪得到赦免 但是月后福音的焦点 是洗门徒的脚 如月节之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 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 就爱他的到底 在离开席之后 立起站起身脱了件衫 拿一条的手跟束着腰 随后把水倒在盘里面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束的手跟来拆干 就靠在西门彼得 彼得就跟他说 主啊 你干嘛洗我的脚啊 耶稣就这样答 我所做的事 你现在是不知道的 但后来你就会明白的了 彼得就说 你永远都不可以洗我的脚啊 耶稣就说 我如果不洗你的脚的话 你就和我没份了 好 那另外呢 就说另一样东西啊 就是关于 施洗约翰出世 和耶稣出世的这个表 可以放大 这个月份呢 首先呢就是五月的时候 施洗约翰呢 的爸爸 撒加利亚呢 就按照着亚比亚班次 亚比亚的班次公职 在圣殿里面烧香的时候 天使呢就预告 施洗约翰的出世 那这里呢 和尼散月有关的哦 好了 根据旧约圣经当中 就是历代至上 第24章里面讲到 祭司的班次 如这样记载的哈 亚比亚 属于第24班次里面的第8班次 每个班次呢 都是供祭司的职份一个礼拜的 那而第一个班次呢 就是从犹太列的精月 即是离散月的初一开始的 那么 那若获呢 就是三四月之间 那而假算推算耶稣 就在主前四年出世 那当年呢 就是正月初一 就是三月二十九日 那而当年的亚比亚班次第一轮公职呢 就应该是五月的下旬 所以天使显现的日子呢 都会是五月的下旬 那有什么那么重要呢 那在六月 施世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就怀孕了 那伊丽莎白怀孕呢 就是在撒加利亚公职之后的 那接着呢 到第十二月了 就是因为呢 隔了半个月了 那马里亚就怀孕了 马里亚的怀孕 和伊丽莎白呢 就是相差了六个月的 就是半年的 那所以的重点就是呢 尼散月啊 就是 施世约翰出世的日子 以推算呢 就是伊丽莎白 就是怀孕九个月呢 就是生子的了 那所以呢 隔了六个月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判定到 耶稣出世呢 就是在九月的时候呢 就出世的 施世约翰呢 大约呢 就是早耶稣六个月诞生 所以 这一个施世约翰出世的 尼散月呢 也都用来定准了耶稣出世的日子了 就是这样的表 好了我们继续讲述这个 如月节啊 在现在的如月节呢 大家都会称它为 无敲节或者 无教节的 在耶稣最后晚餐当中 所食 所用的 就是这个 无敲饼 或者无教饼 为什麽叫它无敲呢 因为它无法敲 所以就叫做 无敲饼 在新药当中呢 就有一重新的意义了 保罗指出这个 发酵的东西呢 就是腐败 不洁 邪恶 曾旧虚伪的象征 因为整面包呢 它是需要有酵母的 就是发酵 使它发酵的 但是呢 你耐了不吃呢 它就要发臭了 嘔臭了 就是发毛的 发毛呢 就是发 即是发酵 嘔臭了 就是发毛 所以呢 其实呢 就是不洁症的 相反 未经发酵的东西呢 却是正在象征正直 纯洁啦 真实啦 和新生 毛烤饼 就是十分相似于 中国北方所惯食 一种没有发酵的 圆形薄面饼 那在圣经当中呢 最初呢 就提到这种面饼的用途呢 就是在 急不及待 受到环境限制 离不及发酵的时候呢 就是速速准备 是用来促食的 那这个的急不及待呢 就是因为要离开埃及 要走老了 那所以呢 就是这么急的了 好 跟着呢 就是介绍一下 除了饼之外 就是杯啦 如月节里面有四个杯的 这个是传统啦 那包括了呢 就是成圣之杯 这个的应许啦 你放大它啦 那这张图来自各度风暴啦 那这张图呢 就讲了 成圣之杯 就是呢 应许 耶 就是耶和华 带我们呢 离开埃及 第二啦 就是审判之杯 耶和华 耶和华 要我们做祂的子民 所以呢 整个的主子呢 就是因为耶和华 要我们做祂的子民 那这个呢 所以呢 就讲到 由 如月节呢 就是由四个杯 那四个杯不一定是 好像这道红酒那么大杯的 那都是一盒 那都是四杯 就OK的啦 那而最后呢 这里呢 就是给大家一张的表 这个图呢 就是 洋力 和犹太力的对照 也是呢 就是宗教力 和文士力的对照啦 那这里呢 有很多很多的资讯的 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离散月的 内容啊 离散月呢 啊 中间呢 就写着清明啦 那其实所以呢 这个的 正月十四 的如月节 十五 至二十一 其实呢 就是这个的清明的时间来的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理解了 那 中国这一边呢 就是 去清明的时候 去纪念死了的人 有可能呢 其实这一天呢 的 习俗啊 会不会就是来自 要纪念耶稣的死 和复活呢 好啊 那这个呢 就是其中一个资讯啊 那在这里呢 就有一个这样的表 给大家去看的 那包括呢 啊 在对面的 就是这个的 寒露啦 就是这个的 農曆 文曆的新年 就是七月 就是这个提斯地月啦 就是 可以称它为 以他念月的 那这里呢 中间呢 有个寒露 寒露 那这里呢 就是有这个 注彭节啦 有收藏节啦 耶和华的节旗啦 那而这一日呢 其实 所对照的 这一日 其实呢 理论上 就是耶稣 出生的日子来的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 对照啦 所以对面的 这一边 清明那一日 就是耶稣死的那一日 那而呢 寒露的那一日呢 就是耶稣出生的那一日 那来的 那到这里啦 那说到一个的修电节啦 修电节呢 就是 啊 在两月之间的 时候呢 就有这个光明节啦 就是修电节 就是 重夺耶路撒冷的圣年 那这个呢 就是 光明节 就会好 同这个的 十二月的 二十五日 就会比较接近的 但是光明节行先的 好 那还有 七七节 也都称之为 五秦节 那这里呢 就是 三月 初 就是西湾月 那这里呢 就是 小满 至到 芒种 这一日之间 那中间呢 就是有五秦节 和收割节 那 那 这里呢 就是收割小蜜啦 那在 啊 离散月的时候呢 就是收割大蜜的 那所以啊 初熟节 必须在安息日的次日 就是 星期六的次日 所以基督呢 就是被钉十字的 那一年的初熟节 必须落在第十七日的 那 那刚才已经介绍了啦 好 那大致上呢 都 讲了 重要的内容 啊 这里我先说一下 五秦节呢 就是相当于 就是公历的五六月之间的 那刚才所说到的 离散月 余月节呢 就是这个 公历的三四月之间 那特别呢 就是清明这一日啊 那这个表呢 就放在这里的了 那刚用呢 就拿去用 上网都能够找到的 好了 那今节呢 就讲到这里先啦 我们讲的呢 就是这里散月 这个内容 放在教导专页里面 好了 我们今节 讲到这里先的啦 祝福大家 下集团 怎么办 这下集团 就像了 一顺 一顺 就像了 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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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面 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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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顺